11月14日消息 据PC World报道 WiFi 7尚未完全获批 可WiFi 8 IEE 802.1BM的研发已启动 和以往注重速度提升不同 WiFi 8将以提升用户体验 增强可靠性和稳定性为首要目标 当前 WiFi 8还在规划阶段 预计2028年左右推出最终版本 尽管WiFi 7情况如此 但联发科等公司已开始研究 WiFi 8潜在功能 这次重点是改善设备与接入点 如路由器交互 提供更流畅稳定连接 而非追求极限速度 中国在WiFi技术发展中起引领作用 中国超6.5亿宽带用户中 不少有超高速互联网连接 对WiFi性能提升需求强劲 这让中国成为新标准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WiFi 8可能使用和WiFi 7相同频段 其2.4GHC 5GHC和6GHC速度也相似 不过其主要目标是提高无线连接效率 减少干扰和信号减弱问题 改进家庭或办公网络多个接入点尖协调是方法之一 这能让多个设备更有效协同 而非仅靠单个路由器处理数据 进而打造更强大稳定网络 WiFi 8探索的关键特性包括协调空间附用 该技术始于WiFi 6 能让接入点依附近设备调整功率减少干扰 提升网络性能 还有协调波数成型 它基于早期技术 可更精准地将信号定向到目标设备 多个路由器或接入点协同 可避免信号浪费在不活跃设备上 提高速度和可靠性 WiFi 8计划通过动态子信道操作 引入智能带宽管理 让网络优先照顾速度快的设备下载数据 同时不拖慢就设备 此外 还将提供更精细数据速率控制 减少用户移动时速度突降 带来更流畅体验 通常新外 WiFi标准开发 徐月六年 WiFi 7产品 在最终或批钱就发布 WiFi 8可能也如此 2028年早期设备或上市 晚些时候正式认证